弟兄姐妹们,主礼平安 今天是大灾期的第一个主日 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 在旷野进食祷告四十天 胜过魔鬼的试探 成为大灾期的其中的一个主题 这期间,我们基督徒 就好像刚才元修传道带领我们会群祷告的时候 提醒我们在这期间 我们基督徒就操练、进食、祷告、反省、认罪、课及、读经 和属灵的书籍、默想等等这些操练 那么大灾期是长约四十天 所以如果大家不清楚四十天怎么算 就是从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圣会日 就是上个周三我们有这个圣会日的崇拜 圣会日就是第一天 一直到复活节前一天 那个星期六就是第四十天 那么其中我们不算主日 因为主日是一个复活节的 每个主日都是一个小型的复活节 一直到正式的复活节 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大的庆祝耶稣的从死里复活 所以四十天是从圣会日一直到复活节前的 那个周六 今年就是四月八日 所以在我们开始大灾期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 我们来看耶稣受试探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合适的 当然我们是刚刚进入我们这四十天的大灾期 可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完成他四十天的 四十昼夜的这个禁食祷告 那么耶稣在这四十天的这个禁食祷告 他怎么样战胜撒旦的这个魔鬼的试探 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 通过这个事件 上帝要我们看见耶稣是他完美的仆人 耶稣是上帝完美的仆人 怎么说呢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 我们就看到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他要亚当夏娃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伊甸园里修理看守一切所造的 可是他们辜负了上帝 他们违背了上帝 那么接下来上帝就拣选亚伯拉罕 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以色列国 他就选整个以色列国成为他的选民 他要他们成为世界之光 就是他们有上帝的法律 他们有上帝的律法 行在他们当中 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 要成为世界的光 就是邻国要来看 他们怎么样成为上帝的选民 可是他们以色列国在这方面 也非常的失败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们失败的这些地方 耶稣却成功 我们来想一想 亚当跟夏娃 他和耶稣一同 就是在耶稣四十天的试探里 他们面对同样的一种试探 就是食欲的这种诱惑 食欲的诱惑 亚当跟夏娃 有整个伊甸园里的果树可以吃 不懂有多少 当然是肯定很多的 可能是数算百算千都有 上帝禁止他们 吃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可是他们却不能克己 他们却不能克己 最终他们就吃了 这个不准吃的果子 这果子也代表 其中的诱惑 就是要跟上帝同等 要夺取上帝的权利和知识 不只是那个果看起来好吃 而且背后有这种象征性 那么我们跟耶稣对比 耶稣在旷野的时候 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什么食物都没有 那么耶稣在旷野 进食了四十周也 说他肚子饿是 说他肚子不饿是假 一定是肯定是饿的 所以身为上帝的儿子 他肯定是有这个权利 他肯定是有这种能力 把石头变成面包 来满足他自己的 这个恶的这种情欲 记得他用五饼二鱼 喂饿五千人吗 所以他肯定是有这种能力 可是他禁止自己 使用那个权利 他跟那个亚当夏娃不同 他有办法禁食 禁止自己克己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 耶稣比亚当跟夏娃更好 耶稣亚当跟夏娃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耶稣做到了 那么有另外一个对比的象征 就是刚才提到 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 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 可以跟以色列在旷野游荡的四十年 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parallel 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游荡四十年 才可以正式进入 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国度 这个应许之地 那么在那边正式活出 上帝子民的身份 可是当他们进入 这个应许之地之后 我们也看到 他们也一而再 再而三地违背上帝 所吩咐他们的一切 所以同样的 我们看到耶稣经历 他这个四十天的 在旷野四十天的这个禁食 但是他之后 他却是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他比以色列民更好 他以色列国所做不到的 耶稣却做得到 所以通过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耶稣在别人失败之处 他都成功 因此他成为上帝完美的仆人 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象征性是 耶稣真正的满足上帝 对他仆人所需要的 他完美的仆人 那么我们从耶稣在旷野兽 试探的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让我这里提几样功课 几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 那么第一点 我们看到 当我们受引诱 受试探的时候 上帝还是与我们同在 第一节告诉我们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第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来受试探 那么你要注意的就是 试探耶稣的不是圣灵 试探耶稣的是魔鬼 可是圣灵却引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 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 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 不是圣灵来试探耶稣 而是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 圣灵在这里的作为呢 首先如果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的话 这代表就算就连这整个试探的事件 也在上帝的掌握当中 如果是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受试探 这就代表这整个试探的事件 还是在上帝的控制掌握当中 也就是说是上帝允许耶稣被试探 这也就告诉我们魔鬼不在上帝之上 第二 这也是代表圣灵整个过程当中 整个受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 圣灵还是与耶稣同在的 圣灵没有离开过耶稣 圣灵还是与耶稣同在 那为什么要让耶稣经历这个试探呢 希腊文的这个试探 叫做perazoo 这个字 那么可以翻译 有两种翻译 一个可以翻译成 引诱 我引诱 I tempt 或者我试探 I test 同样一个字 有两种的翻译 那么我们知道引诱是什么 引诱就是设法要叫一个人去犯罪 来违背上帝 那么试探呢 试探有另外一种正面的这种意思 就是要让一个人有机会 证明自己是忠于上帝的 就是试探 他经历试探 他经历他战胜试探 他就证明自己是忠于上帝的 就好像父母 你们为孩子报名上什么音乐课 或者是什么补习 音乐课 就讲音乐课 你无非是希望孩子会及格 对吗 他学音乐 他要考试 那么你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及格 所以就有这样的意思 I test 就是试探 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在旷野的这40天 同样的这整件事情 撒旦要判为 撒旦 魔鬼撒旦看为是引诱 因为他要引诱耶稣来犯罪 但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要试探耶稣 他要看见耶稣能够战胜 他的这个试探 证明他对上帝是忠实的 那么我们知道新约的哥林多前书 也给我们一个应许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么说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 上帝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所以这里是上帝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圣灵当我们受试探 受引诱的时候 不管你是看为引诱还是试探 上帝还是与我们同在的 第二点 我们看见前两个试探 耶稣经历的这前两个试探 是在攻击他作为上帝的孩子的 这种身份 作为上帝孩子的身份 我们第一 前两个试探 魔鬼都以这句话来做开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不管是把石头变成面包 他也是讲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是从圣殿的屋顶跳下去 他也是这么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不知道弟兄姐妹们 记得在耶稣受试探之前 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吗 他刚刚受洗 他刚刚受了约翰的洗礼 那么在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呢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这么说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就是在他进入旷野受试探之前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想想对耶稣来说 这肯定是一个高潮 因为他受洗之后 天父从天上有这个声音告诉 来宣告耶稣 对耶稣宣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他能听到天上天父的 很大的这种鼓励 和对他身份的一种肯定 所以他作为上帝的儿子 这个身份 对他来完成上帝的旨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稀奇 魔鬼会往这方面来攻击耶稣 所以前两个试探 都是在攻击耶稣 作为上帝孩子的这种身份 第一个试探就是 要把石头变成面包 这种试探是什么呢 是来引诱耶稣 滥用他的权力 来引诱耶稣 滥用他的权力 耶稣能做到吗 肯定可以 无饼二鱼的这件事情 就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他做不到的 但是 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 每次我们看到 耶稣在福音书里 每次他行神迹的时候 只有一个目标 目标就是什么 荣耀上帝 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 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如果在这里 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 这并不荣耀上帝 这完成的目标 只是满足他自己的饥饿 而这样的满足方法 就不合一他倒成肉身的这件事 因为这不会帮助 这不会加强他对他来拯救的百姓的共鸣和认同 因为你要你倒成肉身 你要跟人类完全的认同 人类我们身为人类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肯定是没有耶稣这种神能 我们不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 所以他要以人的方式 不是神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饥饿 所以这里的引诱就是 要耶稣滥用上帝赐给他的这种权柄 这种权利 所以身为上帝的孩子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个引诱就是要他滥用这种能力 那么第二个试探 就是要他从圣殿的屋顶跳下去 为什么呢 要证明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魔鬼对他的试探就是引诱 就是如果你跳下去 上帝肯定会吩咐他的天使来拖着你 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大家想一下 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一个他们生活的中心 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地方 是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 犹太人的这个生活的中心 如果耶稣从圣殿的屋顶跳下去 肯定是一大群人在那里看得见的事情 是所有人可以看见的 上帝能不能派他的天使来救耶稣呢 肯定是可以 上帝会不会这样做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件事没有发生 但是上帝肯定是有能力 派他的天使拖着耶稣 那么过后我们当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抓拿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差遣十二银 十二银多的天使来吗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耶稣从圣殿的屋顶跳下去 肯定是可能会有天使来拖着他的脚 那么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所以这个引诱告诉我们 这不是上帝的方法 如果耶稣真的是从圣殿的屋顶跳下去 那么上帝真的是拆遣天使来救他的话 这就是会让很多人看到 因为圣殿是犹太人的中心 生活的中心 那么你想 当时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耶稣就肯定有 这个一大群众的人来跟随他 因为他们看到他肯定是上帝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肯定是这一群犹太人 当时就会甚至强迫他 做他们的王 这一群跟随他的犹太人 如果他们见证这个事情 强迫他做他们犹太人的王 肯定不允许耶稣被钉十字架了 他们肯定要耶稣做他的王 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手下 也肯定不允许耶稣上十字架 这就不合上帝的旨意了 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耶稣上十字架 成就更大的旧恩 不只是以色列国的旧恩 而是全世界的旧恩 所以如果那件事情发生 以色列人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 那么耶稣就可能只成为那时代的一个好的国王 就是那一代的人而已 不是在十字架上成就更大的旧恩 所以这个从圣殿屋顶跳下去的 是一种非常光辉壮观的一种动作 一个非常spectacular 光辉壮观的动作 因为很多人可以看到 所以上帝我们可见这里 他受到的引诱 耶稣受到的引诱就是通过这样光辉灿烂 这样壮观的这种动作 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而这不是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 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 就是平平凡凡的过日子 教导群众 不用这样辉煌壮观的动作 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来到第三个试探 第三个试探是牵涉到我们敬拜的对象 这第三个试探跟前两个试探有一些不同 这里什么不同呢 我们看到撒旦没有用 刚才他前两次用的开头句 他没有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他要引诱耶稣的 就是来敬拜他 撒旦要耶稣敬拜他 他当然不会这么笨 去提醒耶稣自己的身份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这就提醒耶稣了吗 对吗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这里他要引诱耶稣来敬拜他 来把他的敬拜的对象 从上帝转为撒旦 所以他肯定是不会提醒耶稣 他的身份 所以这里就说 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就对他说 你若俯复敬拜 你若俯复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 这里我们看到敬拜跟赏赐 跟奖赏之间的关系 撒旦应许耶稣 世上的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他都会赐给他 只要他下拜 他对撒旦下拜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世界的 你们有想过 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吗 我们想 我们现在目前就想 可能我们这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另外一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日本最好的寿司 印度最好吃的咖喱 或者德国最高马力的跑车 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制造的最佳的产品 这可能就是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所带来的这些可能是最生动的演出 什么国家最厉害表演的这些团队 这就是万国跟万国的荣华 所以我们这里可能也不应该觉得稀奇是 敬拜跟赏赐 敬拜跟奖赏 牵涉到奖赏的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 人民都拜各种不同的神明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得到不同的赏赐 不同的奖赏 不同的益处 这个迦南地 迦南人 就是以色列进去的这个应许之地 迦南人他们敬拜的是谁 巴利 巴奥 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巴利可以使到他们有好的丰收 因为巴利是the god of fertility god of harvest 那么我们也知道 孩子们考试的时候 很多父母都会什么 都会到庙 为他们的孩子拜拜 拜拜 然后希望孩子都考好成绩 我们也知道 我们当中许多基督徒 也是因为他们经历上帝的医治 或者在特别艰难的处境中 得到上帝的帮助 而来信主的 只是希望 盼望他们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步而已 而会更加的去深化他们对上帝的信仰 所以在这里 第三个试探 我们看到 耶稣就好像约伯一样 他受到的挑战就是 就算无故 他还会不会继续的敬拜上帝 就算得不到任何的赏赐 就算没有什么奖赏 你还会不会继续的敬拜 侍奉上帝 这就是约伯所面对的 does Job fear God for nothing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 岂是无故呢 所以这里 耶稣面对的这个引诱 这个试探就是 就算我敬拜上帝 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 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 我还会不会继续的敬拜上帝 弟兄姐妹们 耶稣的这个试探的这个事件 显现出他对上帝完全的爱 刚才的象征性就是 他是上帝完美的仆人 这里也刚才我们看到 他对上帝完全完美的爱 第一个试探 也我们看到 就算他饥饿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的敬拜上帝 他近十四十天的这个饥饿 就代表我们肉体上的这种情欲 我们肉体上的这种情欲 就算 所以今天可能要挑战大家的就是 当你肉体的情欲 你肉体的情感 在某方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敬拜上帝 你还会不会敬拜上帝 当我们肉体上的情欲 各种情欲 不只是食欲 当我们在肉体上的这种情欲 在某方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还会敬拜上帝吗 你还会侍奉上帝吗 When our physical desires are not met Do we still continue to worship God 第二个试探 第二个引诱 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不需要这种光辉壮观的动作 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就算是日子平凡 甚至无畏的时候 他照样还是上帝的儿子 就算日子平凡 无畏的时候 甚至无畏的时候 他还是 这改变不了事实 他还是上帝的儿子 他不需要这种 spectacular 这种壮观的事情 动作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这对我们自己的反思 对我们自己的挑战是什么 在你的属灵生命 你有多少是去追求这种 所谓光辉灿烂壮观的事情呢 不管是什么有名的讲员 或者牧师 或者什么基督教最新的潮流等等 我们会去追求这种东西吗 我们会去追求这种所谓的 spectacular的东西吗 这个很有名的 他肯定是他可以医治疾病 我们就跑去那里 那么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有名的 我们就跑去那里 就算没有这种 就算没有像从圣殿屋顶上跳下来 这样壮观 这样辉煌的事情发生 我们还会不会敬拜上帝 就算我们的属灵生命 没有这种所谓精彩的事情发生 我们还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要在平凡 一般普通的日子里 继续的敬拜上帝 那么第三个 试探 第三个引诱 就告诉我们 就算没有赏赐 但是耶稣还是继续的敬拜上帝 你们想想 我们想想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有什么赏赐 赏赐都没有 只有痛苦 只有苦难 当我们向上帝的祷告 当我们祷告没蒙应允的时候 不管是求上帝医治也好 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伴侣也好 求上帝赐给我们好成绩也好 等等 当我们这些祷告 都不蒙应允的时候 你还会敬拜上帝吗 敬拜上帝 是不是为了某些好处呢 这里挑战我们的就是 我们敬拜上帝 是因为上帝单单就值得敬拜 上帝对我们是有好意的 只是我们对好的理解 跟上帝对好的理解 往往有些不同 而让我来到最好的部分 我来到最好的部分 最好的部分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耶稣 敬礼的试探 赐给我们盼望 为什么盼望呢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听到 这个耶稣受试探可能是一个很熟悉的一节经文 一段经文 但我们会 可能我们不会从口里说出来 但是我们心里会想 哎呀 不是很好 很好咧这些 但是耶稣 是耶稣咧 我们不是耶稣 对吗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是耶稣 所以耶稣所经历的 当然他可以战胜 所以这里就是最好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你就错了 我们信仰其中一个奥秘就是 宣告耶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Jesus is 100% God And 100% Man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 他就没有办法拯救我们 他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罪恶 从黑暗中拯救我们 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认同我们 完全的体会我们 所以这个是神学的学者 也没有一个可以完全跟你解释清楚的 可能只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才完全的明白 但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 在这个耶稣受试探的 这整个事件当中 很清楚的就是 他是以他的人性经历的 耶稣是完全的人 而在这个事件 这个受试探的这个事件当中 他是以他人性 他是以他的人性来经历的 Jesus goes through the temptation as in his human nature 前两个试探我们已经讲了 他可以用他的神能 他可以用他的权利 上帝赐给他的权利 但是他选择不用 所以这整个试探就让我们看到 耶稣让我们看到 如何以人的身份 完全人的身份 来经历试探 而不只是经历试探 而是战胜试探 我知道我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是 如何战胜试探 可是对不起 我没有一个秘诀 我没有说几个步骤来战胜试探 我要让大家看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今天就是我们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 来战胜试探 因为耶稣在经历试探的时候 他没有用他的神性 他是以他的人性 human nature 来经历整个试探 而且是战胜试探 他怎么做呢 从三个试探当中 我们都看到很清楚的例子 他依靠圣灵的帮助 因为是圣灵引领他到旷野兽试探 所以他依靠圣灵的帮助 第二他依靠上帝的话语 每个试探当中 他都用上帝的话语来回复撒旦 弟兄姐妹们 请问你们有圣灵吗 有哦 对吗 我们受洗那天 我们接受上帝做我们的 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圣灵的主的时候 上帝就应许他赐给我们圣灵 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跟耶稣一样 我们有圣灵 我们可以依靠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弟兄姐妹们 请问你们有上帝的话语吗 有哦 可能不只是一本 我们家里可能很多十多本 不同版本的我们都有 上帝的话语我们都有 电子版也有一大堆 所以 你能战胜试探吗 肯定能 肯定能够 所以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 给我们的应许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上帝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这个大灾期间 不管我们面对 什么样的试探 但愿耶稣基督的榜样 赐给我们盼望 赐给我们鼓励 让我们靠着圣灵 靠着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学习 如何在饥饿当中 我们还是坚决的敬拜上帝 就算生活平凡无畏的时候 我们还学习 怎么样敬拜上帝 就算我们生命当中 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得不到任何益处的时候 我们也继续的敬拜上帝 那我们就以这首回应诗歌 来作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 如何的来继续的面对每一天 每一天 所度过的每一刻 我得到能力胜过四年 我依靠天赋 就像地供应 我依靠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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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主自己与我相亲 每时刻思想格外怜悯 我跨虑主愿安慰与担当 阿里米为这事与全能 他保护他你而日与真好 他任性也要成全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这是他向我应许 每当早愿患难求主打酒 却靠我主真正的应许 我决心主的体贴与安慰 身心神经理事不落空 恳求主滑滥困苦中拯救 并闻与世年天有福祉 我一生灭日灭如飞而去 只待此因许为你 愿主帮助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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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